为了防范在台风天后 涂湿流影响居民的人身安全 古山区区长林福成一早就到古研古少 视察涂湿流防灾收容处所 如果在必要的时候 我们会可以配合政府疏散的政策 公所这边 那协助引导灾民来这边做一个紧急的安置 应着古山区有三座前世溪流 在台风天时可能会威胁到行动不便的年长者 及中山大学学生们的人身安全 区长超前部署 着手开始在古山区 规划12处的涂湿流防灾收容处所 那因为最近那个原住民期 在一两个月前 因为豪雨成灾 那我们就是引以为借境 那我们也是希望 我们中小学校长的配合 还有七公所的各个任务编组的协调 然后能够对他的住户的生命安全 他的财产能够有进一步的保障 睡袋 卫生纸 垃圾袋一样都没少 在每个收容箱里都放满了物资 在疫情期间 相关单位也准备了防疫物资 让民众即使在灾害收容期间 也能兼顾防疫安全 目前古山的12个收容处所 有些没有淋浴设备 未来也将着手进行规划 让居民都能够有完善的收容环境 记者邱建勋 黄芝林 高雄报道